请 男嘉宾小旭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宇22岁 同样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要毕业了是吧 对 谈恋爱多久 两年多了 谁追的谁啊当时 我追的她 两年来的这个情感好吗 就是稍微有点磕磕磕磕 但是一直两个人感情 还是不错的 这次有问题 是因为要毕业了是吧 对 你想去哪儿 我要去广州 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主要是想 让她跟我一块去广州实习 不想让她在唐山之间 自己在这儿待着 女生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愿意跟她去呢 因为毕业嘛 她带我去的话 家里面就剩我母亲一个人了 我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面 我实在是特别不放心 因为广州毕竟不是说 去天津 去北京 一个在南方 一个在北方 如果说我母亲想我了 如果她真的生病了 那时候要怎么办 我真的回不去 妈妈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我妈妈一个人 把我养大的 父母是离异 还是父亲去世 幼年的时候是父亲车祸 父亲出车祸走了 然后母亲一个人拉扯 你是吧 对 你爱人的这个感受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她 但是我又不是说 不让她回来 我说只是让她去广州 跟我去发展 又没有说把她一件要硬强留在广州 好 你们双方的这段爱情 家里人知道吗 知道 你妈妈对你去留有什么态度 特别反对 而且也是不支持我去广州 然后也不是很支持我们的感情 在小片里面你好像有说一句话 说这个男生的占有欲很强是吗 对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他在学生会里面 他就一定要带着我 就不管干什么 他就一定要让我在他身边 像链子一样拴着我 我让你在我身边 是让你看看怎么处理事情 怎么解决 我拉着你 不是说帮你拴我身边 我只是让你再学习学习好不好 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空间 好 那你现在毕业的去向是哪 也没有太多的打算 但是我不想太远 你们实习了吗 去上年去半年实习过 你在哪儿实习的 天津 你在天津实习 你呢 我一直在唐山 你还不入人家实习的地儿呢 你不是你呢 你没在广州实习一下去 因为上半年实习并不是代表毕业 我准备是毕业去广州 不不不你别说这个 人家上半年怎么就到了天津 你在天津实习的怎么样 人家想留你吗 单位 单位的话说是可以留在那儿 就上半年一个实习 单位就愿意留你们了 对 厉害吗 能力不错呀 你呢 广州呢 广州现在暂时还没去 去呀 毕业都去 毕业就去 人家在天津有工作 你也找好工作再拉人去广州吧 那你母亲知道你要在天津实习 而且有可能留在天津 高兴吗 可能是支持我 你应该跟他母亲也沟通沟通啊 想把人家孩子带走 沟通过吗 沟通过 但是沟通也只是让他母亲骂了一对而已 那怎么着 我就把我们三个连在一起了 谁安排的 我安排的 你安排 因为当时是我和他恋爱一周年 青年日当天 因为以前他跟我说他没有去过去哪玩过去过大城市 我当时自己订了两张去北京古贝水镇的门票 两日一晚的 我觉得当时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 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个一晚吧 毕竟 让我们想到临走头一天 他把他母亲带过来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男朋友要带那个 带我去北京玩去了 然后妈妈说 那你带我一起去吧 我也没出去玩过 妈妈一手把我带大 跟我一块出去玩 我感觉我没有旅游去聚 就妈妈就来了 玩得好吗三个人 好像有尴尬 尴尬 对 我感觉一点都不开心 我感觉这是你母亲根本都不信任我 好像我带你出去会把你拐走一样 这是我们和你的恋爱 不是我和你母亲三个人恋爱 我问你 你以后打算娶她吗 有 那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那不是 现在只是说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 我不想说在我们两个人恋爱过程 或者去哪的时候 夹杂上她的母亲 我们三个人 这样我很尴尬 没什么尴尬的呀 我就这么想的呀 让她母亲了解了解你 你把你好的一面拿出来给她母亲看看呀 还成熟呢 女生是想跟男生在一起是吧 是 小片里也说了 但是妈妈不太愿意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把妈妈也请来了 来 有请女生的母亲 掌声有请 怎么手还坏了 做些家务事碰的 做家务事碰的 您站这儿来 欢迎啊 您女儿 养得好啊 自己抚养的是吧 不容易啊 这小子见过 见过几次 咋样 不咋的 咋不咋的 就不像农村一个小伙子一样 他流里流气 站不上站 坐不上坐 根本我都看不上眼 您家是农村的 农村的 我是农村的 农村的也没什么呀 这就没有啊 这小伙子不是挺好的吗 第一印象 我就看着他不顺眼 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太靠谱 哪些事 比方说吧 年前他上我家 他还去您家了 可以啊 刚才没说 他给我订一个净水机 我买的 没成想他过年呢 去连控制室去 就把这个净水机拿起来 连一分钱的东西 他都没给我买 你咋这样的 因为当时那个净水机很大 那箱子 加上那试完水以后 那个净水机有五六十斤 我当时还上学 我当时只能坐车过去 我扛上他 我实在是 那你第二天没带着姑娘 给买点什么见面礼 当天都已经撤回去了 就是一分钱的东西 这小伙子不懂礼数 确实不懂那味 人家也不是去您家提亲的 提亲的时候人家会 他拿换 给我买一个苹果一个克典儿 也是他的人情味儿 您觉得这小子没人情味儿 听懂了啊 这个您跟他们去玩过是吧 去过 玩得怎么样啊对您 我脚子挺好的 对啊你看人家带你去玩的还挺好的 但是他有些事情我不放心呐 他带我闺女去 还上北京两日一夜游 那我不同意 您是看着去了是吧 那看着去了 我不放心我闺女 他想带您闺女去广州工作您同意吗 不同意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从小把我闺女养大 他说带着走都带着走 我不同意 您这闺女得嫁人吧 嫁人是嫁人呐 有些事情他办的不靠谱 您说他什么事办的不靠谱 比方说呀 他年前说给我女儿买一个婚车 年前就买婚车呀 嗯 哇 大学没毕业就有钱买小轿车 可以啊 确实是车买了 这买了不就行了吗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他又说把婚车卖了 换面包车了 太不靠谱了 拿着我闺女是耍气着我儿子子的 车卖了 是 是有一辆车卖了 不 不 不是 这应该解释一把 我说卖的不是那个婚车 我说卖的是红色的车你知道吗 我们家有个红色的车 我们把红色的车卖了 并没有说把婚车卖了 他们家车多 您理解吗 你闺女儿那个婚车 她没打算卖 是吧 她卖的是另外一辆车 是这意思吗 嗯 你父母见过她吗 见过 那聊啥呀 现在就是他们都弄好团了 弄咋俩呗 就这意思呗 那不是呗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闺女儿铁了心要嫁了 还有啥事忽悠您了 我听听 前年吧 我闺女上江苏实习去 本来我闺女儿在那儿付苦付业 啊 加班加点 多挣些钱好几个 多挣几个的学费 啊 本来她是挺好的一个孩子 让她呆了的 今天打电话 明天打电话 干嘛 让我闺女回来 好陪她一起玩 陪她一起乐 啊 是吗 不但这钱 我 给我 让我给她攒着 让交学费 啊 还让她骗着给她哄着花了 你说我气的 我气的 不气啊 你挣的钱被她花了 嗯 还是你们俩一起花了 那肯定是一起花了的 啊 一起花的 哎呀 你们就这么合伙地骗你妈呀 也不能是骗 因为当时的时候 我在那大概待了有三个月左右 然后手里大概都有五千块钱左右吧 但是回去的时候我手机就坏了 啊 买了个手机 对 行吧 问你几个问题吧 家里住在有点钱啊 一般人家 不是吧 还没结婚就给未来的二星买车了 那就是特宠你呗 嗯 跟您说过婚房子事吗 没有 没有啊 嗯 行 反正你不同意她嫁是吧 我就是不同意 是真不同意啊 还是 真的不同意 别的不说 就是说 今天年初吧 啊 她说 接我闺女上她家串门 啊 不但她 母亲不给我闺女 见面礼 啊 啊 还挨打不理的 你也去了 我没去我听我闺女说了 本来我闺女都是一个挺 听说挺道的一个女孩儿啊 就让她鬼了鬼去啊 这个这么正 应该那么正 还是没 听明白了啊 嗯 这个 这样吧 您态度先放在这儿啊 您是坚决不同意呢 还是有余地 坚决不同意 如果她就嫁给她 你还认她吗 不认她 真的假的 真的 干嘛呢 干嘛 他他他他你跟你妈说你喜欢她 你爱她呀 你想嫁说呀 说呀 说呀 你想不想嫁吗 想 啊 想 不想嫁啊 想 到底想还是不想啊 想 说话呀 说话呀 我想娶她 她也想嫁我 可是我不同意 因为她上天津实习的时候 不让我闺女去 天津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啊 多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 哎呀这个您都看出来了啊 大城市啊 可不大城市啊 啊 说她说不让去都不让去啊 啊 我闺女我们娘娘都是能从长大的啊 啊 根本都没看出过多大的视野啊 啊 她说不让去 我坚决让她去啊 啊 看她打着 您的意思我们知道了 嗯 就是坚决不让你闺女嫁给她 坚决不让她 对 你只要她嫁给她了 您就不认她了是吧 嗯嗯 那您闺女不是还是没了吗 没了我也是啥呀 我 特别的不幸啊 啊 因为我就是一个 婚姻特别 不美满的一个家庭 啊 从小都跟父母受苦受累 啊 我妈妈总是说呀 你要给妈争口气 说了一个 是她父亲什么 那 后来她不是走了吗 啊 其实生活也是坎坎坷坷 啊 本来 小日子过的都古代理的 啊 没想到 一撒手火眼走了 明白了啊 啊 咱咱咱不提这个往事啊 嗯 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啊 嗯 您当初嫁给您闺女的父亲的时候 嗯 过得幸福吗 非常不幸福 非常不幸福 那我就问您一句话啊 嗯 是不是当时嫁给她 你是听了你妈的话了吧 是 天下的妈都是为自己孩子好 是不是 是 是 你妈绝对没想到你会那么痛苦吧 嗯 那你万一你把他们拆散了 你给她说一个她也痛苦怎么办呀 我想让她在农村找一个老师是本能分的 如果 如果那个农村人她过得也不幸福 你后悔吗 我想我要是看到的绝对我闺女也是可以的 你不能说你年轻时候没谈过恋爱 嗯 你现在就帮你闺女儿谈一个呀 嗯 对吧 是 我理解你那心思了啊 是 我们跟年轻人聊聊好不好 嗯 谢谢您 请回啊 来 掌声欢送她啊 你不是能力强吗 你怎么不跟人说话呢 你是觉得搞定她那边就可以忽略吗 也并不是说 搞定 说搞定我对象说忽略她母亲什么的 啊 因为以前了解不是很深 我对象跟我说的也不是 因为毕竟她父亲这个人是她心里一个哥的 啊 她也不是过多跟我说她母亲和父亲的事 我也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哎 问你一句 我看就现在这个条件 这女生可能留在天津会更好一些 母女能近点 你愿意为了她放弃去广州吗 不可能 为什么呀 你不是要对她一辈子好吗 我是要对她一辈子好 但是她一定要跟我去广州 为什么 因为我干的事业 在广州那边是最发达的 我倒觉得你还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站的高 行了 我不说了 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是有困局的 对吧 一边是妈妈 一边是自己现在挺爱的男朋友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时间在紧迫 毕业马上就来了 未来到底怎么办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能感受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 可是现在就是现实的问题 你必须要去广州 但对女孩来说呢 其实你是愿意跟她去广州的 是不是 确实有一些想去 但是妈妈就没有真的补捧心 对 她是想去而不能去 但你是什么呢 你是有选择的 她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她现在的困局 其实比你要面临的困局要多得多 这就能看得到一段感情当中 谁在付出的多 谁在付出的少 她愿意为了你可能去跟妈妈抗争一下 但是她想去广州 可是你连想去天津的这个勇气都没有 你妈妈不让你去天津啊 没有吧 你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要去广州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非常爱她 你一定要娶她的话 我觉得你一定要为她考虑 而且呢 结婚肯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如果你搞不定丈母娘的话 我跟你讲 你未来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你为什么不能放下身段 嘴甜一点 阿姨上来这么长时间 连一句阿姨都没叫过 一直都是她 她 她的 她是谁啊 她是辛辛苦苦把你女朋友 抚养成人的妈妈 然后女孩我觉得 你其实在这个三个人的这个关系当中 你应该充当的是一个霍悉尼的角色 你不能说把所有南方不好的一面 都抱怨给妈妈 我知道你可能有的时候是 姑娘跟妈妈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 跟妈妈去聊一些我现在生活的状况 有遇到一些难题和困难怎么解决 但是当你说这些的时候 你是说者无意 但是听者有心 她是你妈妈 你受到一丁点的委屈 一丁点的不公平的待遇 她一定会比你疼十倍百倍千倍的 所以当然你在说的时候 她一定会对她有更深的误解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们关系继续往下走的话 你一定是霍悉尼的 选择性地说 尽量多说对方的好 你不能适得其反的 这样的话 那肯定最后得到的效果是反的 至于这个困局怎么解剖 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原因 就是看爱得有多深 放开她的日子 你过得更快乐 还是你放弃你的广州 去天津的日子 过得更快乐 这个是你自己心中 可以考量的一个标准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严老师 小伙子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对吗 坚持自己的主张 认定的方向 不会改变 对吧 你有没有发现 女朋友的妈妈也是这样的人 后来我少有点感觉 你是指望自己一个 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去改变 还是指望一个四五十岁的 没有受过太多文化教育的 农村的老太太去改变 你觉得谁更容易一点 我再换个角度跟你讲 你喜欢你女朋友什么 是不是她的温柔 她的顺从 她的闲凉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很斯文漂亮的女孩 一直在哭泣 一直在落泪 她没有办法 她又爱你 她又孝顺她的妈妈 她不容易啊 她从农村里一步一步这样走出来 考上大学 要留在城市 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这一份母爱的重量 和你不一样 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 我有能力啊 我在广州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啊 那你有没有能力去好好爱她 人的性格是不可能分裂的 她对妈妈就可以突然坚持起来说 不行我就要跟男朋友去骂 这次我不听你的 她做不到 那你不是欺负她的这种善良和温柔吗 你不是让她一定去忤逆她妈妈的想法吗 我暂且不说这位母亲的想法是对是错 但这位母亲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 你错就错在 不知道有些人生的道路是需要迂回前行的 其实这种农村的阿姨特别好哄 你只要把你对她女儿的爱 全部呈现在你这个未来的丈母娘面前 她很容易被打动 所以你错就错在太坚持自己 太自以为是 我希望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孩想娶她 你去迂回 能听明白吗 如果从客观的外在条件来说 除去双方的家庭条件 你觉得你配得上她吗 你知道的 无论是外形条件 还是个人的能力 其实你是配不上她 但配不上她其实没有关系 爱情不分高低贵欠 说你幼稚不成熟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逐渐地成长 能力也可以培养 对吧 但你有一点是最差劲 就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的气量太小 气量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培养的 你知道我说你气量小在于哪方面吗 第一方面 你就是因为她比你强 所以你硬要到广州去 你到广州去 主要是为了生意吗 我想还有一部分 是因为人家在天津能够待得住吧 所以你要拉到别人到广州去 对吧 因为在广州你更有优势 是吗 还有一方面 就因为老太太反对你 你上来以后 你也从来没说过认个错 对不起 或者是叫声阿姨 你气量太小 而气量太小的男人 是很难承担的 其实婚姻在很多人内心的意义和分量 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把婚姻当成是 改变生活的手段 有些人把婚姻当成是生命的归宿 还有一些人把婚姻只是当成一个形式 而对你不一样 其实在你心目当中 你一定把婚姻的分量 看得比他在心目当中的分量要重 对于你来说 因为你从小丧父 你跟母亲相依为命 所以你认为婚姻是你和妈妈共同的家 甚至是你和妈妈共同的命运 甚至你对于这个男人的要求 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配偶 你更多的还希望能够有父亲的关爱 而对于他不一样 对于他来说 婚姻只是成家 成立自己的那个小家庭 其实你特别希望一个男人能够说这样一句话 亲把你和你母亲放心的交给我 一切由我来承担 但是他做不了 他做不了并不代表他有问题 他家庭生活条件不错 年纪也轻 所以他呈现的正是他这样的一个年龄男人应有的特征 也说不上他有多么的不好 只是他承担不了你所要的那种爱 你们现在还处于爱情的激情状态 所以你会说你想嫁给他 如果当爱情和激情退去了之后 很多事情就出来 坦率地来说你们门不当户不对 而且他们的父母也不太看得上你 就像你所说的 初次见面对你比较冷漠 而他又不太能够扛起家庭的责任 同时气量也小 你的母亲也不太看得上他 当你们的爱情和激情退去之后 你们真正住在一起 婚姻当中的审美格局就都出来了 你会很痛苦 同时对于他的父母 你也未必能够应付得来 所以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 我其实挺不看好你们的 虽然我也崇尚婚姻自由 爱情自由 你们应该好好地谈一场恋爱 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但恕我之言 我对于你们的将来 和长足的婚姻幸福考虑 我并不看好 这个男生没有多坏 但是他不足够优秀 不足够能够扛起你一生的命运 当然这个结局将来要你自己去选择 如果你愿意看着这个男人成长 能够等待他逐渐承受起来 能够扛起来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只是在我看来 有点秒吗 你能不去广州吗 算了 就这样吧 好 谢谢图老师 不去广州分手吗 图老师 他不跟你来天洁 你跟他分手吗 行了 俩人都是那种 我们不离开 好像那个是阻碍 没有人阻碍你们 你们彼此把生活想简单了 因为现在是个自由的时代 我们没法替妈妈说 闺女你留下来吧 其实你知道 你妈同不同意 和你能不能走之间的分量有多大 我们不会跟你妈说 你让姑娘去广州吧 至少我不会 为人父母的怎么说得出这个话呢 我们凭什么要求一个母亲 就把自己的女儿这么托付出去了呢 我是不会 我的建议很简单 能为对方让步 你们就在一起 不能为对方让步 你们就先搁置 分开看看 如果你们一年的考验都考验不起 散了也不可惜 其实 你的 来 请关门 您怎么就上来了 不管他们俩走到哪里 我都要追着 反正是没有确定关心 您的态度是 您要等对吧 我们的态度是 恋爱是自由的 你要相信你的女儿对你的爱 你要相信你的女儿的成长 你觉得她好吗 挺好 你要觉得她好 你要相信她足够优秀 你就下去等 我 你下去 我不下去 下去 我不下去 您可以下去了 我不可以下去 麻烦您回去 谢谢 这个母亲可以这样 我们也充分地理解和尊重 可能是一段美好的爱情 这段爱情要回归到生活里 将变成一场婚姻的可能 这个时候性质就变了 所以年轻人会怎么选择 看着女生那扇门呢 是期望她出来 还是不期望她出来 我就是说 你既然同意 我就是不允许你订婚 知道 是不是 咋弄啊你们俩 你说说 不去广州了 不去广州了 这就不去了 不去了 一直也腿薄弱了吧 这个 刘天津啊 陪她 在天津陪她 嗯 在天津陪 给个机会行不 处可以 啊 但是订婚我不同意 小伙子说了 要被你姑娘留在天津 你给人机会观察观察人家 可以不 可以 你看妈妈还挺开明的 好 来给大家点掌声 谢谢她 还 那还定不 阿姨说同意你们处 但是不同意今天订婚 还定不 那先尊重阿姨的意思 尊重阿姨的意思 行陪阿姨去吧 去吧 谢谢主任 来 别谢我 别谢我 来来来 对对对 跟阿姨走是对的 好 好 好